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她16岁这年 前来家里提亲的媒人 都快把她家门槛给踏破了 姓儿的父亲胡明是个老秀才 思想开明 但眼光也高 媒婆介绍的人选 她是一个也没看上 因为她觉得这些人要么太穷了 要么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 根本配不上漂亮的姓儿 如此过了一年 胡明都还未选到合适之人做女婿 这时 他老婆斗士就劝说道 既然你选不上 就不要再固执了 还是问问姓儿自己的意思吧 万一她已经有了心上人呢 言之有理 胡明点点头 将姓儿叫到面前 表明了她和斗士的意思 姓儿有些腼腆 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我觉得张恒大哥还算不错 虽然他家境不好 但是他发愤读书 又孝顺他爹娘 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 我觉得张书生也不错 半个月前 我拎了一大桶衣服去河边洗衣 走到村口的时候 恰好被张书生撞见了 他见我拎得吃力 便主动帮我拎到河边 一个时辰后 他撂得我衣服快洗完了 又再次来到河边 帮我把衣服拎回来 斗士对张恒也充满了好感 当即附和道 胡鸣见母女二人一条心 他自然也不好表示反对 不由地盯着姓儿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让张书生找个媒人 来家里提亲吧 你年纪不小了 必须趁早把这婚结了 是 姓儿心下欢喜 立即去找张恒说事了 不料当日 张恒正在山地里干活 姓儿从张母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 赶紧去了张家的地里 张恒得知姓儿来以后 竟是一阵喜出望外 姓儿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说吧 这小子丢了锄头 快速钻入林中 采了些五颜六色的野花回来 做了个花环 戴在了姓儿的头上 这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吗 姓儿笑咪咪地问 张恒傻傻地笑道 不 这是我今天送你的礼物 至于定情信物 我过两天才能给你 那我等着 姓儿听了这话 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就在这时 山道熄灭 来了两个男子 其中一个穿着华服的中年男子 骑在一头黑螺的背上 他叫裴有才 是乡里有名的才主 之所以说他有名 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十分好色 看到漂亮的女子 总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二就是他家中十分有钱 然而他为父不仁 经常干些损人利己之事 方圆十里的百姓都很怕他 裴有才身旁那个手牵罗绳的男子 则是他的随从草满 草满为人机灵 而且会些功夫 裴有才每次下乡 都把他带在身边 这日 二人来到上寨村 主要是到店户家来收租的 不曾想 半路上撞见了貌美帝姓儿 裴有才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情不自禁的 他从罗背上跳下来 上前言语调戏道 小美人儿 你长得可真俊啊 你是哪家的啊 本老爷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横哥 我们走 杏儿见裴有才不怀好意 慌忙给张衡递起了眼色 张衡恰好认识裴有才 知道他不好惹 赶紧扛了锄头 跟着杏儿一起 转身就走 草满为了正表现 慌忙拦住杏儿的路道 站住 我们家老爷在问你话了 你没听见吗 我们又不认识他 凭什么要回他 张衡洋装不认识裴有才 据力力争道 裴有才知道这二人关系不一般 心生嫉妒的他 不由得一巴掌拍到张衡脸上道 本老爷姓裴名有才 方圆十里八乡的 谁人不知 谁人不孝 现在你该认识了吧 你 你怎么打人啊 你简直是为老不尊 幸而见张衡被打 心头又气又急 可他拿这个飞扬跋扈的裴财主 又没有一点办法 张衡被无缘无故打了一巴掌 心头自食窝火 忍不住的 他就推了裴有才一掌道 你不就是那个裴财主吗 有什么了不起 难道你仗着自己有钱 就可以胡作非为 横行相礼吗 裴有才一个没站稳 直接一个仰扮摔倒在地 这家伙平日理养尊储幽惯了 哪这样摔过 当即哀哟哀哟的大叫起来 臭小子 你竟敢打我家老爷 你活得不耐烦了 草满见状 慌忙使出拳脚功夫 来给裴有才出气 张衡顺势挥起手中锄头招架起来 别看草满平日里要武扬威 仗势欺人 这日在张衡这里 却吃了大亏很快败下阵来 张衡虽然出了气 但他不敢恋战 急忙拉了杏儿回家去了 杏儿担心裴有才报复 又急忙让张衡去找李正说了此事 希望李正田信能帮他们主持公道 田信表面答应的爽快 可他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压根而不敢跟有钱有势的裴有才作对 裴有才见张衡拉着胡杏儿跑了 曹满为了拦他还受了伤 心头更是怒火中烧 于是连连大叫着 刚刚那混小子竟敢跟我作对 我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 说吧 他便让曹满去打听张衡和杏儿的底细 他则先打到回府了 至于去店户家收租一事 暂时抛到了脑后 天黑的时候 曹满回到了裴家大院 满脸欢喜的 向裴有才报告了一个好消息 老爷 我打听到了 今下午跟咱们动手那小子叫张衡 是个穷书生 跟他一起的那个小美人 是他的相好 叫胡杏儿 他爹叫胡明 以前还租过您的地 原来是那老家伙的女儿 这就好办了 哈哈 陪有才一声坏笑 又转着眼珠子道 今日那个姓张的 可是拿出头伤了你我 已经犯了伤人的大罪 明日我就写张壮旨 投到县衙 让县衙好好制止他 等衙门里的人把他抓了 咱们再去胡家 找那个胡老儿提亲去 老爷英明 草满竖起大拇指笑道 当夜 胡杏儿担心 陪有才衙子必报 还会来找张衡的麻烦 便又从家里出来 悄悄找到他 让他出去躲上几天 张衡有些不以为然道 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 这事儿就是告到官府 我也不怕他 幸而见张衡如此固执 也不好再多说 第二日四十 几个衙门里的公差就来到张家 直接以伤人罪 将张衡拘到了县衙 县太爷黄瑶早就被陪有才买通了 因此张衡到了公堂上 可没少吃苦头 虽然他据理力争 可黄瑶根本不采信他的说辞 当天就将这小子打了四十大板 然后收进了监牢之中 对此 裴有才还不满意 于是又给了黄瑶摆两银子 让他把张衡发配边关去干苦差事 黄瑶接了银子 很快就操办起来 可怜张衡 还坐在狱中幻想着 如何上告深渊之事 将张衡这边的事搞定了之后 裴有才就带了个媒婆 连同一些礼金 上胡明家来提亲了 胡明虽然家穷 但他有志气 他深知 将女儿嫁给裴有才的话 那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 因此 不容跟老婆斗士商量 他就直接将裴有才送来的 五十两银子的礼金 丢出家门道 不好意思裴老爷 我家小女早已许配给张家那个书生了 再说了 我们家跟你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们可不敢高攀 呵呵 姓胡的 让你家幸而来我府上当九仪太 那是我看得起你们 你可别不识抬举 陪有才坏笑着扬起手 拍了拍胡明的脸 又音笑着说道 对了 那个张书生昨日把我的人打伤了 我已经把他告到了县衙 可能没有十七八年 他是出不来的 你若真为了你女儿的后半辈子着想 你还是把他嫁给我吧 哈哈哈哈 姓胡的 我们家老爷看上的人 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 今日我们前来 一来是送礼金 二来是告诉你们 明日午时 我们家老爷会准时上门来迎亲 你们好好准备准备吧 曹满这一番话 对于胡家人来说 无疑是火上浇油 胡姓儿和斗士听了 不由的抱头在那屋就是一阵痛哭 胡明不相信张恒被抓了 因此等陪友才和曹满走了后 他就急忙找到张老太爷 商量如何应付此事 这个时候 张老太爷刚从县城打探消息回来 他得知张恒被关进大牢后 心里又气又急 不由的就跺着脚道 姓胡的 你若还有点儿善心 你就赶紧把你女儿嫁给那个陪老才吧 说不定他一高兴 还能让衙门里的人把我儿子放了乐 您可别再来害我们了 胡明听了这话 心中很不是滋味 愤然摔门而去道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我就不来找你了 说吧 他又匆匆往家里走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手足无措的杏儿和斗士 还坐在屋中不住落泪 这时 院外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道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斗士听的这声音 本来不想理会的 胡杏儿却用衣袖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起身道 娘 我出去看看 去吧 斗士无奈 只得摆了摆手 胡杏儿很快打开了院门 看到门外站了个老尼姑 她还微微有些诧异 老尼姑见主人来开门了 慌忙坐一行礼道 施主 平一路过宝地 找不到店投诉 不知今晚能不能在你家里打搅一晚 原来是来借宿的 胡杏儿本就心善 见她又是尼姑 便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进来吧 谢谢施主 老尼姑点点头 又盯了胡杏儿好几眼道 施主 你愁眉不展 脸有泪痕 想必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之事吧 施主如果不介意的话 不妨与老尼说说 没准儿老尼还能帮你了 没 没什么烦心事 胡杏儿不愿对外人说起此事 便随口撒了个谎 老尼姑见她有所顾忌 也不好追问 跟着她去了院子东面的一间厢房后 她就坐在屋中 潜心地送起京来 杏儿给她送了些自制的糕点后 就回到屋中 找到是说明此事了 都是点点头道 出家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咱们能帮上忙的 就尽量帮她一帮 不 母亲说的是 胡杏儿跟着点了点头 这时胡鸣也从张恒家回来了 他见到母女二人 不由地哀声叹气道 张书生确实已经吃了牢狱官司 他爹觉得都是我们的错 看来咱们是没法指望他们家了 那 那可如何是好啊 要不然 去找李正说说 看看他能有什么办法 都是急得直坐脚道 胡鸣沉着脸道 田信那小子是个见风使舵之人 找他只有帮到忙 说吧 他叹了一口气 又盯着胡杏儿道 俗话说三十六计 走围上 如今之计 也只有跑了 咱们在外面无亲无故的 你让杏儿往哪里跑啊 斗士又开始流泪 胡鸣神色黯然地说道 跑到哪里是哪里 总之 不要再待在咱们村了 老婆子 杏儿一个人出去我也不放心 你收拾些东西 跟她一起跑吧 爹 我们跑了 您怎么办 胡杏儿充满了担忧 胡鸣道 我一个糟老头子 他们不敢把我怎样的 施不宜迟 你们赶紧走吧 记住 每年八月十五日 悄悄回来一趟 我在家里等你们 老头子 那就委屈你了 斗士无奈 只得收拾了戏软 然后乘着夜色 跟着胡杏儿一起往外走 不料 二人刚把院门打开 草满就站在门外 抱着膀子坏笑道 二位 这么晚了 你们准备去哪里啊 呵呵呵 不瞒你们 我们家老爷就知道你们想跑 所以让我一直盯在这里了 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居然留了这么一手 胡鸣一脑 猛地将草满抱住道 杏儿 你们快跑 去你的 草满一仰手 便把胡鸣推倒在地 斗士和胡杏儿剑跑不成 只得擒着泪将胡鸣扶回了屋中 胡鸣此时也是束手无策了 只得连连叹息道 苍天无眼 苍天无眼啊 施主 你们家的事情 我大概了解了个一二 如果想要度过此劫 就让贫妮送你一个字吧 就在这时 一直在相防念经的那个老尼姑 静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了胡家人面前 胡鸣看到他时还有些讶异 胡杏儿慌忙将老尼姑借诉之事道出 胡鸣听了这才黯然地盯着老尼姑道 不知大师有何妙计 施主 且伸开手来 老尼姑也不多言 抓起桌上一根筷子 便在胡鸣的手心写了个死字 胡鸣不解 愤愤然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尼姑笑了笑道 置之死地而后生 说吧 他又将嘴凑到胡鸣耳边一阵细语 胡鸣听后磕头就拜道 大师 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啊 老尼姑笑道 这一切都是你们与我有善缘啊 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不过 这事儿倒是委屈胡小姐了 原来 老尼姑的办法 是让胡杏儿装死 然后悄悄带他回到尼姑庵里 隐居起来 至于如何装死 这就要提到老尼姑自制的一种奇要假死完了 据说 人服下这要完后 可以假死三天三夜 四日清晨 天刚亮的时候 老尼姑便在胡杏儿的房中 帮着他做了一个自意的假现场 随后让他服了假死丸 等胡杏儿闭了眼 鼻子里再无气候 都是在跑到外面叫门 当他叫了一阵门后 还未听得屋内的声音 感觉有些不妙 于是让胡秀才来叫门 胡秀才急急将门撞开 这才发现爱女已经自意身亡了 于是老两口在家中痛哭失声 声音很快将在外面冰烧的草满惊动了 他自然不相信胡杏儿自意身亡了 于是迅速冲进屋中 翻看了他的眼睛 检查了他的脉搏和心跳 确定他确实已经死了之后 这才回到裴府 向裴友才报告了这个不好的消息 裴友才肯定也不相信 杏儿已经自意身亡了 于是他又找了郎中 以及县衙里的武作前来查探细情 不料这些人都摇了摇头 目光坚定地说道 确实死了 没救了 听了这话 裴友才才垂头丧气地 把五十两银子的礼金钱要了回去 不过他还不死心 又亲自盯着胡家人将杏儿的尸体装进棺中 送到山上埋了 他才打到回府 这件事情最终也才不了了之 虽然杏儿死了 但张衡还是没有逃过一劫 他在被黄瑶一番操作后 终究还是送到边关去劳役了 也是他命不该绝啊 在送去边关后不久 那边就发生了战事 由于兵远紧缺 张衡和许多犯人都被冲了军 由于他作战勇敢 且游勇有谋 经在六年时间里 一路从小队长做到了游击将军 六年后 战事平定 张衡依井还乡 回乡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裴友才和草满 这样的害人精报仇 虽然张衡并不是个 衙子必报之人 但裴友才横行乡里多年 做了不少坏事 若不处置他的话 天理难容 于是 张衡亲自带了人将他二人捉了 送到县衙 要求县令延办 当时 黄瑶已经平调到临县做了县令 当地的县令 是个姓王的举人候补而来的 王举人虽然都五十多岁了 但他正义感满满 极恶如仇 加之又有张衡暗中助他 他便突破重重阻力 将裴家家产悉数没收 再分给那些被裴友才 欺负过的人 至于裴友才和草满二人 各打了八十大板收监 准备秋后处斩 裴友才是财如命 听说自己的家被抄了后 再也没扛住 活活气死在狱中了 这还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啊 得知裴友才死了之后 张衡这才来到了胡姓儿的墓前 勤着累道 姓儿啊 你的筹锅给你报了 你现在可以瞑目了 衡哥 真的是你回来了吗 不料这个时候 一个尼姑竟从墓后走了出来 他不是姓儿 又会是谁呢 张衡并不知道 姓儿当年是假死的 起初还吓了一跳 但听姓儿讲述了老尼姑如何让他假死 然后又如何将他从墓中挖出来 在带到百里之外的尼姑庵隐藏起来后 他不由地抱着姓儿大笑道 哈哈哈哈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啊 他们现在终于团聚了 应该再没人能阻碍他们的婚姻了吧 就在二人热情相拥之时 胡秀才又从林中走出来 笑咪咪的对他老婆斗士说道 原来他得知张衡衣锦还乡 又收拾了陪友财后 就赶紧去了尼姑庵 向姓儿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姓儿才及时赶回来与张衡相见的 最终张衡和姓儿喜结连礼 那个黄县令 也因为当年只是被革职查办了 张衡因祸得福 更加珍惜为他苦苦守候的姓儿了 姓儿苦尽甘来 嫁给了爱情 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